我就上这边争婚去了 争婚 我提了六个条件 六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这个对象必须得负双亡 或者是说得在千里之外 第二呢 第二个就是找一个 结婚婚没生过孩子的 第三个呢 室里有个房子 这可以理解 第四呢 工资得六千以上 第五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不嫖 第六呢 我不做家务 你不能说我 他满足 满足 真的 嗯 是的 人家说天上掉个林妹妹 我感觉 我老公到我身边行 就是天上掉下瓶了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 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我不相信 不是在意 有个男的对我真好呢 他是不是傻呀 傻 可能是傻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土蕾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蕾 欢迎电视机型和网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金佛山中医院 特约播出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快收号 来认识一下我们三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媒体评论人 志玲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心理专家 百叶怡 好 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这些东西我经常会拿出来瞅一瞅 我的前半生基本上都是在结婚离婚中 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人生最大的痛 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说 说就你这样的 谁愿意要你 你以后找谁你也过不好 当时我就想反正没人要拉倒呗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我从来没想过就是在结束第三次婚姻以后 在我生命里还能出现一个这么爱我的一个男人 他让我重新燃起了那种生活的希望 而且我也从他身上学会了什么叫爱 什么叫被爱 他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掌声有请今天的被制线人刘宝明 掌声有请今天的制线人黎敏 杜磊老师好 杜磊老师好 你感谢他什么 刚才看VCR可以看出来 我是离过三次婚的一个女人 第一次第二次离婚的时候呢 我没有感觉啥 因为我感觉就是别人的错 但是我离了两次以后吧 我就想着第三次肯定不能再离了 所以说也是极力地去经营自个的就是第三段婚姻 从来没想过第三次能离婚 所以说离婚之后的话 我也是就是想过去死 有几次都想过去死 你这三次离婚到底是什么原因 其实大多数的原因 就是前两次的话 肯定是我就是脾气特别暴 我特别爱骂人 因为有上两次婚姻失败的话 我跟我第三任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句人没骂过 那咋还离了呢 他后来就看不上我了 我就最后的时候 我跟他说 只要你说我改 他说你不管改啥呢 我都不喜欢你 就这样 咋还难受呢 你不找点喜欢呢 我就感觉 他就是最后离完婚以后 他还跟我说 就把我之前的对象也跟我说 说就像你这种人 就是没有自治能力 就是说我也胖啊 我又没有气质啊 然后又说 我不是特别爱做家务 然后又说懒呢 反正就是我身上 就是没有一个好地方 就看不上你 对 那也就是说前三次离婚 深深地打击了你的自信 对 我当时哭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们家住四楼 我当时有一天我就想 哎呀 我还不如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死了得了 一了百了是吧 不能这样 万一楼下有车呢 楼下没车 但是有一个小孩 和他妈妈在底下玩土 那个千万别 那小孩跟我小女儿 年龄差不多 你前段三段婚姻有孩子 跟第一人有孩子 有一个孩子 有两个孩子 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那更不能死 对 我看到他 他就不想让他 我自己是一个人 是一个小孩 是一个小孩 他就不想让他 他们也不想让他 是一个小孩 就是一位小孩 他就不想让他 给他了一位小孩 他就能让他 那么一位小孩 他就能让他 不是一个小孩 他就能让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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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这个对象必须得父母双亡 哦 有车有房 或者是说 如果他父母不双亡的话 就是得在千里之外 你不会与婆婆相处 对 不会跟他们相处 咋对他们好都说我不好 干脆就找一个没父母的 对 第二呢 第二个就是找一个结过婚没生过孩子的 这是啥理由呢 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人呢 我就感觉 你看我离婚我也没带孩子啥的 我得找一个 有孩子的话可能跟我分心 我也不会跟孩子之间相处 那为什么要找一个结过婚的呢 结过婚的他才会 直到以前的婚姻的经历之后 他才会跟你更好相处 第三个呢 第三个的话就是市里有个房子 这可以理解 第四呢 第四的话就是工资得六千以上 高工资 对 第五 不受宴 不喝酒 不打牌 不嫖 无不良嗜好 对 第六呢 我不做家务 你不能说我 你这个征婚要求 发出去会被人咒死的 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么苛刻的要求 而且很不同人性 斗气嘛 就为了争斗气 你就说吧 下面的人是怎么骂你的 我一天三争骂 我一去的话 然后红娘老开心了 为啥呀 我一去之后 那直播间的人气 刚开始一两百人 就是能骂到好几百人去 反正就天天骂我 天天骂我 我就上线跟他们 骂什么 你就说一下他们骂什么 就人家就说了 像你这样的 你这个有啥条件的 你找这样的行 对吧 刚开始就问我 你做啥样的 我说我横着竖着都一百六 行你就来 你不行拉倒 他说你缺一个也不中条件 我说少一个条件 你也别给我争了 我就 反正我就找这样的 他满足 满足 真的 是的 你是其中的相亲者之一啊 对啊 有不意义 你父母 我父母在老家嘛 一千里之外 对 你月薪六千 对对 结果会没孩子 对 结果几次 一次 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牌 不赌博 对 做家务 对啊 全都你干 对 你又怎么会相上他呢 当时吧 放假了嘛 在家也没什么事 就是也上了 红奖直播间看一看 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呢 他正好 在和那个主播连麦 在讲他的事情 然后呢 下面就有几百人 就开始在图骂他 我刚开始 咱不就是 不知道什么情况嘛 后来一天了解到了 我就感觉 一个女人挺不容易的 他以前所有的经历 你都了解过啊 在直播间都说过啊 在直播间没有过 后来认识以后 他有跟我说的 在你不知道之前 你怎么会相上他呢 当时 看上他嘛 就感觉 挺让心疼的嘛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这样子 看着让人心疼吗 哪心疼 就是看他的眼神吧 他的眼睛里面 就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是也很 很坚强嘛 他觉得你虽然提出 那六个 无人性的条件 但是在提出 这六个无人性的条件 背后 你一定是被人欺负了 被人刺激 是 他感受到了这一点 对对对 所以你们就 跑上了是吧 没有 那时候我想要他的微信嘛 然后红娘就说 那好吧 那我也得盯上一下女方 同不同意 然后等了两天的时间以后 然后我就问红娘 我说女方现在那边 什么样同意了吗 她说同意了 然后我们就是 加了一下微信嘛 就聊夜了一下 我就想就是站出来嘛 站出来 对 为什么 因为感觉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为什么她们不珍惜呢 如果说要换成我的话 我会好好地珍惜 我没同意其实刚开始都 咋了 是 她是所有条件都符合 但是我 我是为了兜气会去的 我也不是为了找对象去的 你还没准备好 对 因为刚离婚 也不是说时间特别长嘛 那时候我还天天哭哭的嘛 然后红娘就跟我说 说弟这小伙子挺好 你这回好不容易 有预兆跟能看着你 你就好好去珍惜一下的 我说大姐 我没想找对象 我说弟 这么苛刻的条件 是吧 你耍人去的你 对 就跟人家说天上钓个林妹妹 我感觉 我老公到我身边 好像就是天上钓 也钓了个林妹妹 就感觉天上钓下饼了 他不打理你那怎么办呢 我就不停地给他发微信 你也挺直说 对 因为我感觉他肯定是有难处了 然后我一部分你就跟我说说 咱们就是拿我当朋友也好 是吧 多个条朋友 多条路 我能帮到你呢 我肯定去帮你 他就终于跟我说话了 然后我心里就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问他 你这几天在忙什么呀 他就跟我说 那时候就是第三分 就是分家产嘛 房子也是没地方住嘛 然后他就是说 弱大城市里面 没有自己一个落脚点 就要租房子嘛 我说正好我的房子也空着呢 对吧 你要是不想进去呢 你可以来我家看看 住我家吧 那是我在宿舍住 你去宿舍住 对 让你住他的房子 刚开始是这样的 就是那时候疫情刚开始 然后改上年底 改上年底 我就找房子上的 他就总跟我说话 我也不知道 他问我干啥 我说找房子呢 他说房子 因为每次问我都找房子 我就天天顺那个 就是网上找房子 最后也找不着 因为年底了 大家都回家了 谁忙着搬家 是吧 但是我那房子必须得卖 你带着两个女儿 不 我两个女儿在老家 跟我第一个前夫 她 你一个女儿都没有跟你啊 对 我这个也没有家 就卖房子是为了分钱 就是为了分 好 后来你住他那儿去了 后来他跟我说 让我住他那儿 我说那也不方便 他说他住宿舍 因为那个就是房子 还有宿舍 还有那个饭店 他在饭店打工吗 不是吗 就是三角形 就是都是五分钟的路上 他说我住宿舍就行 这话很真诚 他说你这样 他说你先上我们家看看来 你要是感觉我这房子行 那你先住着 到时候你看着 多少得给我 多少房租都行 当时吧 他就不愿意搬过来嘛 是吧 然后我就说来着 其实是不想要钱 对 其实是希望他能够坦然接受 对 就像帮助他嘛 住了吗 我去了 去他家看了 看完了 后来他帮我帮你家 给钱了吗 给钱了 他除了拿房子给你住之外 他还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反正就挺好的 除了第一回给我吃点冷饭 别的也没有啥 给你吃点冷饭 就是我第一回上天前去 我俩见面 他说让我看房子 我当时正好改上那个中午嘛 然后先天剩的冷饭 然后 你给剩饭给人吃 因为就我一个人在家嘛 然后我就有时候就做多一点 那就是煮饺子 过年了那么快是吧 吃饺子 正好他是来我家 我说那你就先看我的房子吧 来来看以后 我说你吃了没有 他说还没吃 我说他正好这还有 我昨天剩的饺子 我已经热热吃了 他也吃了 然后他吃的紧紧有味 当时我看了他吃这一幕的时候 我特别的高兴 也感动 你觉得挺实在的 对 我感觉 这就我心里面就是在想 这就是我梦梦以求的一个女人嘛 你应该是第一次婚姻 找的那个女人挺作的 对对 如果我怀疑得不错的话 你的前妻是不是背叛了 是的 然后我在他们家 我还天天哭 他说的 你看你自己在家 你天天哭也不行啊 你说是吧 说的 你给你俩孩子接来 得住住吧 说的 那个你还有点意思啥的 完后来 我就这样 我就把我家俩孩子就接来了 但是我也不爱做饭呢 他就早起来 从那个宿舍来 早起来 给我买菜完 给我做饭 然后下午 两点钟下巴 上我们家给我做饭来 晚上的话 还给我们娘撒做饭来 对你两个女儿很好 有时候他看我家 看我娘撒 就是没蹲地上去 他也给蹲蹲地上去 然后他 他也有休班上去 或者下午两点到五点钟 不是休息吗 他就带着我家俩孩子 上公园啊 上这个那个得往去 你这算是谈恋爱吗 没谈呢 只是房东 对对对 我总说我家俩孩子 我说你别跟刘叔出去玩去了 我说你这得家待着 被出去干啥去 然后他就说的 孩子你说你自个儿在家憋着 我说他说你自个儿也出去 绕着我也不愿意去 他就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去 偷着给我娘孩子买吃的 因为要不我不让他花钱 中国好房东 他开发了一种新的追求的模式 爱他 先把他接来家里住 那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呢 那都我归宁出我家住 我小时候能有一两个月吧 他总偷着给他买吃的 后来我才知道啊 他还给我归宁就是我家老大总带隐形眼镜 但是我这当妈对吧 我就比较心粗的那种 我从来没发现他就是戴啥眼镜 但是他就发现了 他说你总戴隐形眼镜 你眼睛不坏了吗 是吧 你得不戴那个镜块呢 我归宁就跟他说的没有 我说那那我给你配一个吧 你别跟你妈说 要不你妈还得给我钱啥的 我也没注意这些东西 然后有一回 我跟我小归宁唠嗑啥的 我小归宁说 妈我想跟你说的事 我说你说呗 他说你别骂我啊 我说呗你说吧 他说呗 你跟那个那个 就是他说我钱负名的 他那个他 你都离婚了 那你 你得不跟我那个刘叔俩搞得相价 我说为啥呀 他说呗 妈我跟你说 我刘叔不让告诉你 我说为啥呀 他说呗 他总共买好吃的 他还给我姐配眼镜呢 我说呗 啥时候的事啊 我就问我大归宁呢 我大归宁说 妈 我怕你骂我 我没敢跟你说 我就说怕我眼睛不好 我就心里的 我就腾腾腾的了 就慢慢对他有好感 他对你怎么样 你刚才说的都是对孩子 他会买东西给你吗 不是对我扣 你比如说你要追求我 你是不是应该 像2月14日 你买个花刷店 三八父女爷 你买个花刷店 他反正就是一个花瓣都没有 假花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感觉还是买的食物就是 实惠 对实惠的比较好 那你买啥了 买了排骨 有创意 给他做吃的 对 因为他喜欢吃 我是一名厨师嘛 还买大棒骨 在它煲汤 然后呢后来就是我跟他做饭 他就主动去帮我炸菜呀 帮我就是刷碗什么的 当时我就去愣 终于就是说能下床活动活动了 能下床啥意思 他病了呀 不原来他哭的嘛 就是浑身没有劲也不吃饭嘛 他就天天哭的 对眼睛都哭肿了 也不出门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好 然后我只能这样 那我问你啊 他天天哭 那你炖的那排骨他吃吗 我炖的排骨他又喝点汤 也不吃 心情那么糟糕呢 对 那他特别的低落都是 然后他说帮我炸菜洗碗嘛 帮我炸菜洗碗 然后我就说 哎呦 你手这么漂亮 怎么没有手势呢 他说没有 然后我就想到时候 我就给他买个钻戒 买了吗 买了 多大的 五十 五十分的 对五十分的 多少钱 花了六千多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我那工资六千 一个月工资给他买了 对 给他买个钻戒 那是我 那当时这全部家当了 收了 我刚刚说我说我不要 我给你拿着吧 我钻石代表的是永恒 我后来他非得 他说你看我都买了 他说你要不要的话 那你说我咋整 要不我扔了 他跟我说 说出的像是啥的 他表白了是吧 表白了 他说的那个 咱俩出出呗 我说的到时候再说吧 到时候再说是啥意思 我就是 我也不敢谈恋爱 为什么不敢 再离婚了咋整 你看人家越离婚越有钱 都是分家产是的 我是越离婚越穷 他到时候说是一种社会现象 后来他说跟我处的像上去 我说那这人家先处处 试试也行 我说但有一点 这要是处成了 这戒指要着就要着了 但是如果要处不成 他这是花6999买的 我到时候我赔你这个7000块钱 是那手上那个戒指吗 是 买的正合适吗 那不太合适 又改一回 这就算表白了是吧 你怎么理的个光头 我一直想剃个光头 但是呢 就是以前也没人支持我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弟弟 我想剃个光头 他说弟弟 那你剃呀 我给你剃呀 他哐哑哐哑就10点 半夜10点给我搅了 你为什么支持他李光头呢 他想就是想松头再来嘛 我就支持他 一般男生会 让女生打扮得漂亮一点 什么穿裙子 但是他一点都不嫌弃你 支持你的举动 对 从来认识吧 一直后来一直到现在 他就对我就是干啥都支持我 一直也不敢出 后来也是妈妈的钢匙 他还带我回老家 他还带你回家了 对 他就是在一步步的打消你的顾虑 对 家里人对你怎么样 特别好 他爸跟他妈他们 还有他嫂子他们啥地 就直到我们回去了 然后他爸跟他妈 还给我们买个新床 这是招的全家福 也不嫌弃我离国会 也不嫌弃我有两个孩子 你们家人真的不错 是的 对他非常好 你有一哥是吧 我两哥哥 下面一个妹妹 好 你像就是到他们家了 我年轻人不爱洗澡 他爸爸会每天早起来 我们想吃啥 就跟我们做啥 做早点 然后像白天的时候 就是都他做饭 优良传统 他二哥烧火 我跟他二嫂子 我们就带啥地玩跳席玩啥地 他妈啥地对我也特别好 周围就是你们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片祥和 一片祥和 就没有一点闲言碎语吗 我这边没有 我这边人都说 你找个那个好对象 但是他那边不行 他同事啊 他朋友 一看给我带回老家了 第一件事就给他打电话 说你找个啥样对象啊 都离好几回婚了 还生过两孩子 你又不是找个对象 你有房子 有工资也不低的 你找啥呢 你找不找啊 是的 当时是有人这么说 他因为他开免题 他说爱开免题 在电话里就呱呱说 我给我气的都鼓鼓的 所以你退缩了没有 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弟你看 我说虽然说家里边人没说啥 我说弟你看周围的人 我说弟都说你 我说也确实是那么回事 我说你搁到别人的眼里头 你想想 我说一个女人离三婚 再一到不再三 大妈能拍不响 你说对吧 我肯定我是有错的呀 我说弟你让别人也笑会 你说你也没孩子啥的 是吧 完后来他就说弟 媳妇你没事的 他说你别管别人咋说 你不是跟我结婚吗 他就总跟我说这些话 最让我意外的啊 就是我说弟 我不想和市里待了 我感觉市里压力也挺大的 我也不想上班 我就想天天待着 然后他说没事的 他说那你就天天待着 反正我养活着你 然后我说弟 我想搬到那个南台河住去 压力比较小啥的 完他说行啊 完没过多长时间 他就把房子卖了 卖房干嘛 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一个家 在那边买 对 买了吗 买了 写谁的名 写他的名字 可以 他说弟弟 媳妇这不写婚前财产 啊 我 高兴不 当时心里特别意外 不光是高兴 觉得自己 何德何能 能够 对 遇到一个这样的林妹妹啊 是 后来我就给大家 给我爸瞅瞅 我爸就说 弟弟这小伙子挺好 你看之前 你的前半生也没过好啥的 但是呢 也是受爸影响啥的 说弟弟这以后啊 你可得行过日子 不管你怎么选择 爸都支持你 只要你过得好就行 哪天结婚的 10月27 去年啊 嗯 穿婚纱了没有 没有 也没照过婚纱照 办婚礼了没有 没有 那为什么不办婚礼呢 省钱呢 我俩以后还得过日子呢 我说弟弟别办婚礼了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 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我不相信 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了这是真的 就是他说他给房子卖了 真看房让我签策的那时候 我就想着 我说我还离好几回婚了 然后还有俩孩子 我说有个男人对我这好呢 他是不是傻呀 傻可能是傻 来你是不是去检测过智商 你是不是傻 不是我当时吧 我就想给他一个安全感 你这样你安安静静的 嗯 你站起来 哎 你好好说一下 嗯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他好 因为他就上次第一次去我家就吃 吃冷饭 对吃冷饭嘛 实在 实在 他是 是个过日子的人 哦 好 第二 第二 比较能吃苦 啊 吃苦 啊 第三 不爱逛街 不爱逛街 就算一个优点 省钱 对 还有呢 对父母妈好 非常好 对你爸妈好吗 好 我带他回老家嘛 跟着我父母上地里去干活 哦 跟我父母一起种大蒜 你会干农活 我会干农活 哦 嗯 对你好不好 对我好啊 比如说我有时候干厨师嘛 都有一些职业病 啥职业病 就是腿嘛 哦 腿疼 腿疼 对 然后他晚上回来就给我按腿 然后还给我捏脚丫子 他愿意给你生孩子 愿意啊 是他提出来要给你生孩子 嗯 我特别感动啊 就是在生孩子的时候 他年龄也快四十岁了 也是一个高龄产妇了 我不想让他压力太大了嘛 我说过媳妇 假如咱们没有孩子也没事的 毕竟我说你有两姑娘也是我的姑娘 我只要咱俩过得幸福就好 你现在相不相信 他对你的好是真实的 我现在相信 我就感觉对家里边人啊 包括从他原生他的家庭看到那些和和木的景象啊 都是我从小没得到过的东西 因为你父亲很早就娶了后妈 我两岁的时候 我爸跟我妈因为我奶奶就是离婚了 离婚了以后吧 就是我奶奶跟我爷跟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反正你妈就不要你了 你就得跟着我们过来 我奶奶就一直想给我爸找一个大规定生个儿子 因为我们家我奶奶没有孙子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我 就是没找成 没找成 我爸给我的一句承诺就是说 我宁可不要媳妇 我得要我归定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 介绍人也少了 然后找大规定的几率也小了 后来我爸就找了一个 我现在的我继母 带了一个儿子 但是我继母当时能生 但后来也是因为 就是国家政策的问题 就是没生上 没生嘛 但是自从娶了我后妈之后 我就感觉 我原来好像就一个公主 那时候跟我娃的小伙伴上的 都穿着补丁衣服啥的 我穿的都是什么皮鞋呀 运动服啊 那就是啥实行穿啥 但是我爸结婚之后 我的生活就是说 直接就从一个公主 直接变成一个丫头 那咋说呢 反正我就感觉 我爸 我哥 还有我妈 我这后妈 他们仨是一家人 我是一个外人 所以你觉得 你从小的这段经历 和你那三次失败的婚姻 有没有关系 其实应该有很大关系 小时候 受到的关爱比较少 所以你想要的很多 对 原来的话 我感觉 婚姻就是 最开始我就一味索取 后来我就感觉 我就应该复苏 但是实际上 他教会我的东西就是 其实爱情的话 婚姻的话 它是两个人 彼此的去包容 彼此的去关爱 不是说一味的索取 或者是一味的复苏 其实人的这一生 无论是事业奋斗 还是找一个爱人 都是在弥补自己人生的缺口 比如说 曾经受到过 别人的伤害 于是 形成了你一个缺口 我是一个受伤的人 我找这个爱人 就希望能够弥补我这个缺口 你们俩算是找着了 好吧 来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对这段故事的看法 小敏 你虽然离过三次婚 但那是你一个逐渐的 自我疗愈的过程 你会从开始 我就是一个任性的小孩 所以我要把对于爱的不信任 爱的悲伤 爱的愤怒 曾经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些东西 都要给我身边的爱我的这个人 你没有顾及他们的感受 但是后来你有自我觉察 然后你也有改变 所以我倒觉得宝明真的你是有福气的 很懂得审美很懂得欣赏的 你去知道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 不是她的个高貌 貌美 肤白 而是她知道什么叫做生活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珍惜 我觉得你们这段关系当中 其实呈现了很多的内容 都是特别的好 也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甜甜蜜蜜 幸福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很多呀 小姑娘都爱说这么一句话 哎呀 等我玩够了 就找个老实人嫁了 有很多女人 她真是不懂得珍惜婚姻和生活的 还有一个你可能有一个小特点 你不太高 那也有很多女孩 哎 我就要找一个高大英俊的 那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呢 最关键她内心是不是有高度 她对生活是不是有规划 甚至对我爱的女人 我可以把我全部的积蓄 买一个房子写在她的名下 作为她的婚前财产 这种高度是有多少 那身高一米九的男人 能做出来的吗 我觉得真的在爱情 在生活面前太多的女孩 她就看不透这些 她抓不住生活的本质 所以说 她们就会错过你 一个金元宝塞到她怀里 她都得给扔出去 而你现在的妻子 她确实受过一些伤 但是她懂得珍惜你这份爱 所以说你们两个 就是天作之合 彼此碰见了 这就叫真正的 有情饮水宝 所以我觉得你们 真是给天下的有情人 做了一个示范 认认真真对待自己的 过日子的状态 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拥有了爱情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李敏的过去的故事 给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警醒 除了你自己的婚姻 如此残破不堪的原生家庭 如此对自己的子女 恩断义绝世的方式 为李敏的内心 其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我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所以我为李敏点赞 经历这么多沧桑 依然有能力到达平凡 一般来说受过伤的人 有两种可能 一种会加速自己的堕落 另外一种不放弃 重新站立的可能 你们属于后者 所以你们会赢得我们的祝福 希望你们的日子未来 越过越滋润 祝你们圆满 争取有个孩子 谢谢你们到来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你了 老公 感谢你陪我走过了 我最伤心的路程 也感谢上天让我遇到了你 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能彼此携手 就像你说的 你想去哪儿的话 反正我都跟着你去吧 媳妇 你放心吧 只要有老公再一天 我绝对不会让他 再掉一滴眼泪的 我把我的爱 都给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他送给丈夫的礼物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金佛山中医院特约播出 这个礼物吧就是说因为我老公比较扣 所以说我没花钱去给他买 然后呢这个也是我老公希望以后我们过的日子吧 同心同德这是我熬夜亲手编的 是戴手上的吗 对这个叫同心节我编了两条 你一条他一条 对一条然后是一表打了六个节 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是六六大顺 然后一条呢是一表打了九个节 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日子是长长久久 后面呢我用了四个是平安节 希望我们四季能够平安 都有这么大的寓意是吧 对熬夜编的 戴上 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再相信呢 什么过一过二不够三了 过了三照样能找着好呢 好别的不多说了 祝你们幸福再见 谢谢老师 本栏目由三颗医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金佛山中医院 特约播出 老公 感谢你陪我走过了我最伤心的路程 只要有老公再一天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掉一滴眼泪了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能彼此携手 谁说第四段缘分 不能够有为好的归宿 只要你内心是向往的 你内心是美好的 总有一个人在那儿等着你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所说 也欢迎你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来分享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